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啊 对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个真 好比说我给我爸爸妈妈买一套房子 我不是炒房的 那没关系啊 因为你父母的房子在你父母名下 跟你是两个家庭的 没有啊 我父母房子在我名下啊 我爸爸妈妈说啊 我给他们买房子的时候 我爸妈妈说 说这个我们百年之后啊 就还还还麻烦 干脆就都算在你的名字上 那没关系啊 它是按照家庭分的呀 按照家庭现在的版本是 每个成员有70平米 你们如果三口人的话 210平米还不够住啊 够了 都问到一题心里一寒呢 你算自己的面积是不是心中一寒呢 不是 我跟你讲 最近 他是大地主 最近任志强 任大炮批评我们媒体 我认为也应该自我检讨一下 现在是这个八卦小报的报道手法 都这个我们都用这个手法来报道 你看他说 穿靴戴帽炒名头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发改委一个研究人员说的 给人感觉像是发改委说的 掐头去尾炒雷言 就是说断章取义 再有一个是捏造事实炒概念 就是说现在媒体这个也是下 我也是瞎忽悠为了销量 但是他说的就是最近房产税的事 一会儿一个什么研究所的还是财政部 一个什么研究所说争 一个那个研究所的学者又说不争 什么三年以内争三年以内不争 然后出来发改委出来又正式否认 说那都胡说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基本上这个是个造业劲 你把他当发改委的 对啊 对啊 现在这特别搞笑的是 就是连财政部里边的态度都不一样 你们同样是财政部研究所的 贾康就说要真 但是刘上希态度就比较暧昧一点 就是包括那个发改委 你刚才说的是发改委的那个黄汉权 然后他说了之后的话 人家就有一次发改委说的 结果当天股市哗就大涨了 就说三年不会出台 对啊 三年不会出台 结果后来说是 然后他自己出来辟谣了 不光发改委批谣 他自己出来辟谣 他说我是研究工业经济产业经济的 我怎么会说房地产呢 就是 但是所有这些稀稀稀稀进一步推半步的这种情况 说明了这个政策背后的牵涉巨大的利益关系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你出台房产税 很明显的一个道理 肯定会损害现在社会上 比较占有社会地位优势的这一部分社会阶层的人的利益 因为第一你要轻嘛 你首先要算 现在有一个统计说上海人每户平均有三套房子 不知道这个准不准 上海人这么准 不知道准不准 但是我想你如果是到了中产以上的干部群 你比方说是局级干部以上的 或者是教授以上的 或者做生意的 你去算 有几套房子不出奇的 那么这样的话本来是一笔糊涂账 你现在一直要征税的话 至少要把它搞清楚 搞清楚就很糊涂的一件事情 你怎么执行 我是听到一个说法 说上海这种相应的这种调查核数师 大概就一千多人 说他们也真要挨这挨户去查 十年 说是这么说的 这个房产税是责要性 基本上手上有几套 两套一套房子的都反对 只要是现在是大学生没买房子的都支持 或者是穷人都支持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刚才文涛刚才说的那个不对 怎么讲 文涛那个不对 是这样子 它是有两种征收方式 一种是按照市场评估下 比如说我找一些评估师 然后去评估 今年这个你的房子市场价格是多少了 然后我来跟额定税率 对不对 你来交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用去评估 就是怎么说呢 你比如说你套现的时候 我才来征你的税 你平时放在那儿 对吧 你现在已有的房产 我不管 但是呢 但是还在你名下 对吧 但是你还要去买房产 或者你套现了 这时候你的房产就开始变动了 你就资本套现了嘛 你一套套一百万 这时候我来征你的税率 那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 对不对 对 但是现在还没定论 对不对 对 假定说按照你讲的前面那种方法的话 对很多人就是噩梦了 他们现在说是百分之零点八 换句话说 假定说 现在有豆文涛教授 他一个月一万块钱 一百万八千 他一个月赚一万多块钱 他若干年前花了一百多万 买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 特别够吧 对不对 可是到了现在 他这个房子市价可能值五百万了 他还住在那里 他为这个房子 他现在将来每年要付四万块钱 他一个月一万块钱 他要额外付三千多块钱 为了这个房子的税 你不是给老百姓找灾难吗 那你就把多余的房子给抛掉了 刚好挤压房地产泡沫 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叫多余的房子呢 有的人他愿意希望面积大一点 比方他是画家 他希望房间面积大一点 比方说一个跳舞的人 对不对 或者这个人他能力很大 他就是说 他的这个工作能力贡献也很大 凭什么他就要被你们剥夺 他的这个权利 没有剥夺他 是这样子 你占用的资源多 你交纳的税收也就多 对不对 这是肯定的 第一他给你 如果是按照现在来说的话 三口之家210 你已经可以去买别墅了 然后你还包括一个小花园 小花园他是不算面积的 三口之家200 就是不用交税 不用交税 这个已经很宽松了 跟穷人是没有关系 穷人是不算交税的 这算什么逻辑 怎么叫很宽松了 就是说国家有什么权利 对老百姓 就是说给你们派定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宽松 这不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 这怎么是回到老路 这个绝对不对 我跟你说 你占用了资源 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富人 你有一个豪宅 对不对 你穷人 你买了一个普通的商品房 这时候你有豪宅的人 多交这个占用税 有什么不对 对对 没有任何不对 如果说任何人都交 对 那就是一律公平的 对 可是在中国呢 他不能让任何人都交 他要保障你的第一套不交 他有多少面积不交 对不对 这里边学问就来了 怎么算第一套 第一套是50还是100 郊区还是市中心 整个统计的工作就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有没有个人财产 在所有西方国家交物业税 是因为我有个人财产 这块地是我的 任何人不能动 现在我只是租用一个房子 租用若干年 你凭什么还要叫我额外交税 而且所有这些钱 可见有很多房子 跟我毫不相关 却是跟社会公平原理 现在最记的是 某些人为了自己的政绩 随意修改法案 来达到一时的社会效果 这是大级 我帮他一口 我是见着潘石屹说了 说是拿日本举例子 说是这样一开征 日本的房子夸他一下 跌到现在都缓不过来 这个跟他的征收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日本主要是一个货币的问题 我们知道像这个 像英国他一直有税的 美国也一直有这个物业税的 但是美国那个 可是人家是私人财产 我们没有私人财产 他照样房价在上升 因为他的税率比较低 或者是相对固定 然后你的货币很大的话 房价还是会上涨 所以我认为这个物业税 房产税出台之后 有可能他如果是税率比较低 而且是固定的 有可能对于房地产市场 冲击不会太大 但是刚才说的公平问题 我一定要说这个事情 现在当然它是一个绕过 绕墙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它像一个劳三道士 修改法律来满足一部分的政绩 但是不管怎么说 在中国房地产 已经成为财富 最主要的分配渠道的情况下 对于捏有几套房的人 征收不管是征收物业税 征收房产税 或者是征收资本利得税 我觉得都是应该的 但是问题在于技术上怎么处理 而且他们没有个人 我跟你说你刚才说的是门槛 有的人你像个人所得税 有的人就是很多回色收入 但工资一点点对不对 那他税率就很低对吧 但是房地产 除非那个国税局 或者是房管部门不作为 为什么 我们的房地产 你在同一个城市 现在全国不能联网 但你只要在同一个城市 你交易的 他都有那个的 他都有交易技术 现在我是看人家说 说打击不了炒房客 打击了消费者 要征收房产税的 而且国家收了 一下子凭空收了那么多钱 他们干什么 他们还不拿出来造房的 他收的不多 我们核算 还没收了 你怎么知道收的不多 就是按照现在的版本来说 他收的是无法弥补 他的土地收入 这一块的空缺的 因为他一旦收了之后 我们就预计市场会下降 市场下降之后 那么他的土地 这一块就卖不出去 最近上海的几块地 已经是底价成交了 有几块地卖不出去了 那么他的 他这一块 他是弥补不上去了 你像任志强的意思 就是说 本来应该通过增加供应 解决的问题 但是用税收方式解决 他不同意 任志强 当然了 你也想扔鞋是吗 听一下广告 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